平埔族证明运动已经有20年了 副理乡公所也和副理乡护证事务所配合 协助平埔族群申请本人或其尊亲属的日治时期户口调查部 持身份证到印章到乡公所或护证事务所授集造册 以令明年底原民会修法或令定特别法之后 可以依法办理相关事宜以维护族群的权益 平埔族群历经长时间的身份认定抗争 终于在2022年大法官释线后 平埔族群证明运动似乎也露出意思式的曙光 为华林县平埔族群第一大聚落的副理乡 在乡长江东城高度重视下 也积极与副理护证事务所配合 攜手推动协助乡内平埔族群申请日治时期户口调查部等作业 一例验名证身 迄今103年到现在已经约有300多名 已经认可完成 然后我们目前也在持续继续办理中 然后也希望乡亲就是能举凡在日治时代 或是在户口调查或直系亲属的 经注记有赎或评的证明 可以证明说当初他们的文化或议绩 然后至今存绩 然后可以到我们的护证事务所去办理造册 然后是明年原住民委员会法令通过后 我们会办理后续相关事宜 也欢迎就是希望在我们副理乡内约目前还有2000多名 也请他们能尽数来造册以回复他们的贫谱族的权益 布里乡贫谱族群多数居住在东里村 从最初2000多人 历经人口外流等因素之后 目前也有1000多人左右 常年支持也积极推动争取贫谱族正名运动的现议员黄灵兰 早在她担任乡长期间 就已经先将贫谱族群列为相定原住民族 而至今已经有300人左右完成登记 如今距离111年当时大法官探觉 需修正原民身份法或令定特别法的三年期限 即将在明年年底届满 乡公所和护镇社务所也都积极呼吁 乡内贫谱族群前来申请调查 并持身份证以及印章到乡公所受理造册 完成证明最后一里路 希望能够真正落实贫谱族群的转型正义 记者是玉兰 复里乡采访报导